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 physiological区 周一至周三 周一 mening 周一 şeh plans 周一至周见 周一至周 kin 周一至周cé 周一 n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看到这段时间指数就是往上面越电越高 一路往上面走高 那成交量来说慢慢往上面增温 那也还没有到爆量 表示这盘其实在行径之间还是有相当高的稳定度 那当然指数之所以会一口气冲上来的话 当然跟这有很大的关系 好 这是台积电 对不对 最近 那么一口气往上面把指数整个带动起来 那台积电今天也是创了近期的新高 那所以这段时间里面指数 指数全只股算是涨得相当的多 好 所以呢 那当指数上来的话就把空间先拉出来了 好 所以就像当时拉起来以后 在这边后来指数虽然休息一下 但是个股很多有提差的股票就开始活蹦乱跳 那现在上来后一样的意思 当然指数也不会每天都是这样子一路100多点去涨 但是呢 有提差的股票或者说成长性强的股票 那接下来的话就会开始强力的接棒 好 所以先来看看有些股票是真的要锁定好 那因为不一定每天涨停但是就是会涨不停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又创新高了 来自今天瑞基今天391.5元今天去创新高 好 所以呢 那已经好几天在创新高 连续每天都往上面创新高 那这个波段好几次的买点 好 也都跟大家说 那所以从一开始第一根涨停发动的时候呢 就说一定要锁定好 好 那到现在为止 瑞基4月份只是刚开始出货 那5月份成长力道还会持续往上 那6月份的爆发力就会大 那么产能就是一路往上面开出 好 所以4月其实就算一个起点 那5月份产能还会上来 那6月份会就很明显的要升 到7、8月的时候还会再往上翻一倍 然后到第四季的时候 那么自动化也会导入 那产能就会上看100万计 好 这相对于现在4月份 出一点点来说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成长的倍数 那当然这块需求是非常强 那么到现在为止 还有很多潜在的客户还没有出货 所以后面它会有更强的利多 好 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一路要锁定好 那么其实一档标果会有好几个买点 其实就是说你有很多次可以上车的机会 好 那任何一次上车的朋友都可以赚拿钱 好 这个是当时刚发动的时候 那么200出头刚发动的时候 就已经说产能其实会增加很快 那么价格会调涨 那是非常快的核酸检测 好 那4亿的股本 好 那小股本加上高毛利 对不对 再加上产能跟出货都会大成长 所以这种股票就是标准的标股 也就是说后面营收上来 获利上来的速度会更快 因为它毛利率是非常高 好 所以这块里面当然是非常非常领先 因为到现在为止它出的都只是一小部分的地方 那还有更多潜在的市场 那么6月份可能还会发小 好 所以这么积极的扩厂 当然就是因为完全就供不应求了 好 那涨价效应和产能跟出货都会持续扩增 那么加上股本小 所以爆发力很大 好 这一开始的时候 这是刚发动的时候 那时候是200出头 那结果后来就上去以后一直走到了322块 好 所以其实一段就可以赚非常的多 那么很多人就会说 那很想要赚钱 但是呢很多人想要跟上来 但是会说那错过那次买点怎么办 好 其实我说一档股票它不会只有一个买点 对不对 一档标股它都有好几次可以让你上车呢 是不是 这个是拉回来的时候 那么270几块钱 是不是 你可以很轻松的买 而且真的是要买多少就有多少 好 那么270几 到今天是390几 对不对 你看就算加码点差很多啊 加码点差了100多块钱了 是不是 更不要说一开始290几到现在 都已经快要伤害一倍了 那么上礼拜后来就开始创新高了 对不对 礼拜三的时候就预告 准备要创新高 礼拜四的时候 339创新高 礼拜五的时候 359继续创新高 好 那么今天到391.5 今天续创新高 好 所以我刚刚说 一档股票其实会有好几个买点 对不对 它不会只有一个买点 那么你也有好几次上车的机会 那任何一次上车的朋友都可以赚拿钱 这是第一次的买点 有没有 全部公开操作 这是第二次的买点 270几块 那这是第三次上个礼拜二的买点 有没有 差块要100块 那现在是391.5创新高 对不对 它差距是非常大 那任何一次你有买 其实都可以很轻松地赚钱 那我说后面还有很多的利多 好 因为成长力道是非常非常强 对不对 因为7月半到40到50万计 然后第四季到百万计 那么现在它出东南亚跟中东 好 那接下来 在英国的通路非常强 所以接下来还有潜在的市场 不管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 都是接下来潜在的市场 好 所以一档股票其实就可以赚很多 那所以我说怎么会没有买点呢 对不对 好几次的买点 而且都公开操作 好 我想等一下 我们会谈到这个礼拜的标股 好 那么其实进入6月份就有6月份新的东西 那所以的话还是要更好 因为5月份过去的事情其实也就过去了 应该说股票永远都是往前看 对不对 后面还有什么东西 那后面爆发力够大的你当然要把握 好 那指数涨130点 其实它不会每天都涨100多点 那接下来就是换个股 那个股其实今天恒大也创新高 来 我们看今天恒大195块钱 今天是一样再创新高 好 那么就等着5月份的数字 6月份的数字都会一路上去 那么4月份是1块6的EPS 那5月份预计是2块以上 6月份就准备上开3块钱 那接下来的话应该就从3块钱开始起跳 所以这样的数字 那我想很容易就会再创新高 其实今天也是创新高 那今天是最后一天分盘交易 那明天就正式解禁 那在分盘交易的时候也整理了一下 好 所以我想解禁之后 那就甚至开始反映后面的营收跟获利 所以还会继续往上 那你看它其实也好几个买点 对不对 这是第一次的时候公开说的 那这是上个礼拜二 有没有 上个礼拜二的时候打下来是非常好买 好 那天也是随便买可以随便赚 那再来就创新高了 好 那么接下来就反映5月份6月份 往下面反映后面 更多的利多 还有更强的获利 还有更强的营收 所以明天正式解禁 那就回到原来该走的路 是不是 就好像月姬 它也是中间有分盘整理 有稍微震荡整理 那中间有分盘交易 不过最后还是要走它原来的路 对不对 该分出的最后还是也要分出 该大涨还是要大涨 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 还是要赶快跟上来 好 那么6月份当中就是新的标股 那新的标股 其实很多都新题材 因为很多新题材市场还没有发现 但是现在全市场的资金是很多 所以新的题材尤其是有订单 成长性这种利多 那它很容易就会往上发动 那其实这些利多也真的是蛮扎实的利多 对不对 来看看药华药 药华药欧洲的订单大增 好 5月份的营收也是大好 因为大家还不知道新的东西 那么5月 礼拜五的时候 来 就涨停板亮灯涨停收盘 那今天125.5元兼在场新高 好 所以PI101在欧洲取证 那欧洲已经拿到了大单 所以5月份的营收 就很明显的往上爆发性的成长 不过5月份的营收只是一小部分的出货 因为这订单很大 那么同样的PI101在台湾也拿到了上市许可 那准备就要开卖了 在美国已经完成了审查 所以欧洲正要爆发 台湾准备要上市 那美国接下来大概年底年初 那么也渴望会正式通过 好 所以这我说新冠肺炎的另外一个 隐藏版的大家不知道的东西 因为干扰术 美国的国民保健局已经正式的呼吁 那么用干扰术呢 它可以预防这种慢性病的 或者是其他疾病的人能够容易得到的风险 因为它免疫力容易下降 但是这个用干扰术的话就可以破解这个疑虑 所以英国的国民保健局已经正式呼吁说 应该要使用干扰术 使用干扰术的话可以对于免疫力降低的这种问题 有大幅的改善 所以欧洲订单就会暴增 所以五月的营收就强劲的成长 好 那这个其实市场非常大 因为欧洲它有11个国家 那11个国家 目前已经通过的许可就相当的多 好 所以后面空间很大 那其实还不只是英国这样讲话 美国也是这么说的 因为美国FDA也已经正式的核准了 对不对 那上面就是针对的就是说 它可以抑制新冠肺炎或致犯新冠肺炎的效果 好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大家所不知道的 不过这个市场非常大 因为预防新冠肺炎或致犯治疗新冠肺炎 那么除了它原来EPI-10应用在红血球增生症之外 那么还有加上预防的这一块市场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欧洲的订单才会大幅度的增加 那真的是暴增 而且五月的营收大豪不是什么权利金 虽然它后面也有权利金 但五月的营收只是这个订单的一部分的紧急先出货 就已经让营收非常非常强 那接下来正式出货营收还有更大的期待性 再加上后面还有权利金 权利金也会入账 所以其实有很多新题材大家还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才说要赶快赶上来 那么进入六月份 今天也是礼拜一嘛 对不对 新的一周开始 当然就是要锁定新的标股 对不对 那有时候就是大家还不知道的心理多 好所以赶快来看 来 这个是礼拜五早盘买的大学光 那么礼拜五早上的时候 早盘买收盘的时候 已经一亮灯涨停了 那今天 再来一根涨停 有没有 两天两根涨停 所以礼拜五早上跟我们一起进场的 礼拜五就一起赚涨停 然后今天继续再装涨停 好就是两天两根涨停板了 对不对 这个已经公开跟大家说了 所以我说其实有很多新题材 大家还没有注意到 不过成长其实很强 这台湾最大的眼科连锁 眼所的眼科诊所 那么 近视矫正那边的雷射手术 已经超过50%的试占了 那试占率非常高 那除了这个之外 再来还有新的儿童角膜塑形片 那个东西的单价就很高 那个东西跟一般眼镜比起来 是几乎10倍的价钱 价钱非常高 而且市场非常大 而且用了以后就一直用 那这个是 在一般的眼镜行没有办法用的 一定要通过 一定要经过眼科诊所 那这是台湾最大的连锁眼科诊所 是不是 所以五月份 就会加入这部分的营收 其实四月的营收也不错 虽然四月份算淡季 但四月的营收 已经上个月成长了 跟去年同期也成长20几% 那五月再加上新的 刚刚讲的 新的儿童角膜塑形片 那这个是单价很高的东西 对不对 市场也非常大 然后接下来第三季就忘记 好第三季进入忘记之后 营收也会再往上 再加上大陆也发酵 那它的扩点其实是 非常的明确 因为台湾现在有22个点 眼科诊所有22个点 然后未来是往50个扩充 所以每年都会持续往上面扩点 加上大陆 把一样的模式复制过去 那一样的模式复制到大陆 大陆人口就多了 对不对 大陆其实需求很大 而且我们眼科 其实还是比较领先 对不对 大陆眼科 相关股票都非常非常贵 他们都很贵 他们本益比都是那种 什么100倍的本益比 因为那一块成长性很强 现在大家用3C的产品是 时间越来越长 加上现在也越来越高龄化 所以从小的时候的近视 然后到后来的时候的老花 其实人一生之中 真的要用到非常多 再加上大陆人口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大陆的相关的眼科 相关的本益比都非常高 那个本益比真的是 动辄就是百倍 100倍的本益比 那把一样的模式复制过去 对不对 在台湾成功的复制模式 台湾成功的经验 把它复制到大陆去 那大陆也准备要开花结果了 好 所以呢 那新的题材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那礼拜五的时候 礼拜五进场之后 来收盘的时候 顺利的亮灯涨停 涨停锁住 好 那么今天就很顺利的第二根涨停了 所以连续两天两根涨停板 所以我才说新标股要更好 对不对 新的标股要跟上来 那指数也涨好几天了 那接下来指数大概会 稍微停顿一下 接下来就个股了 那个股一定是走新的题材 别人不知道新题材 所以我们从礼拜五开始 帮大家准备的都是全新的 人家不知道的题材 对不对 空间更大 然后速度也更快 那重点是 锁定我们的节目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有哪一些的新题材 然后可以连续这样涨 对不对 礼拜五涨停 然后今天再涨停 好 所以今天礼拜一开始呢 等一下会跟大家谈谈 新的题材 那新的题材是都准备好了 所以除了大学光之外 我们等一下要谈谈 这个礼拜的新标股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休息一下带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市场来 所以我们来看看 新的标股 今天是礼拜一刚开始 其实我们从上个礼拜五之后 就预告说 这个礼拜新的标股 当然新的题材 大家还不知道的 或者说还没有发小的 其实新题材通常都最容易涨的 加上很多新题材 那么其实也非常有爆发力 好 所以呢 今天早上另外一档新的股票 是这档股票 那么 这个提前 提前上市了 提前过了FDA的上市许可 所以正式开始上市开卖 好 所以这是低血甲的药 那么原来预计 是八九月份的时候 早之前的话呢 市场预估是八九月才会过 但现在已经正式提前通过 所以六月份就会开始出货 那这个市场也是非常大的市场 因为126亿美金 所以是非常非常大 126亿美金 你要乘以三十嘛 对不对 所以乘出来这个市场是超级的大 那么这个也是正准备要起涨的股票 应该说今天才刚八栋 那今天也是第一根而已 而且前面已经整理了一个月 对不对 所以这全新的题材 今天才刚开始 那么我们的新标股今天 进场之后 其实今天收盘也非常漂亮 那重点是后面还要再继续锁定 所以明后天 还要继续买 因为除了六月份 已经开始要出货 非常大的市场 新题材之外 那还有包括 接下来下半年还会把 加拿大的这个 葛兰素食客的药厂 在加拿大的厂病下来 那病新的厂进来 最重要的重点是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大厂 还有加上病下来 也同时把订单也拿下来 所以这一病会拿下 五年的代工订单 这时间非常长 所以病下来确实是蛮大的利多 因为以前他也病过别人 以前他病过别人的时候 那时候是拿了三年的订单 结果后来股价就一飞冲天 那时候股价涨非常非常凶 非常非常强 那这一次病的也是一个 非常大的国际药厂 然后这一次病的拿订单更多 因为这次是一口气要拿下 五年的代工订单 还有加上六月份 新的东西也开始出货 所以166亿的市场是很大的市场 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 市场很大的东西 那126亿美金 现在才刚刚时要发酵 对不对 所以股价要整理很久 才准备要发动 好 所以新的表股就要跟上来 那么今天很轻松的就 收盘的时候是收得非常漂亮 那再来的话 明后天当然还要继续准备找买点 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 就跟上新标股 好 那么新标股 现在都准备好最新的东西 所以我说还没有跟上朋友 要跟上 那当然如果你手上股票 想要转换的话 也可以赶快打电话过来 因为每一次有新标股 要发动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 资金转换的时候 对不对 因为有一些旧的题材 它可能不见得会马上涨 但新题材正要发动 那所以你一样资金 就可以做一些 就可以做一些转换 你可以把比较不会涨的 换到后面要涨的 那短期没有题材的 换到有题材的 那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用一样的资金来转换 所以如果你手上有 其他的股票想要一起转换的 那记得等一下 有咨询电话 就可以打电话过来了 好 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所以我说我们标股都准备好了 从上礼拜五的时候 跟大家说的时候 就讲很清楚嘛 对不对 当然第一个大学光 已经连续两根早停 那接下来新的标股里面 还有一档是很低价的股票 它真的还蛮低价的 所以应该每个人都可以买吧 都可以很轻松进场 来还有一个是 隐藏版的低价标股 那六字头的股票 那这档股票 真的还蛮低价的 它市值也很低 那只有三十几亿的市值 甚至相当低的市值 但是后面后面会有两个授权的利多 最近有授权的股票都非常非常强 所以其实生计不是只有防疫 最近授权的股票非常非常凶 那一档接一档已经连续在分出 那不过他们市值也都拉起来了 这档它的市值就非常低 那只有三十几亿的市值 但是隐藏有两个授权的利多在后面 所以这个价钱算是严重低估 因为你看其他有授权的有市值 那些算起来市值其实都差很多 但是这个其实就非常低 只有三十几亿的市值而已 但是后面有两个授权的利多 所以任何一个发酵 大概这个市值都绝对要翻很多的 那加上它还是两个授权的利多 所以这个股价现在很低价 低价的另外一档隐藏版标股 还没有跟上朋友就赶快跟上来吧 那六叉叉叉先保留一下 先第一个字头告诉你 那接下来的话要赶快一起进场 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就打电话进来 一起跟上来 对不对 新题材现在才刚发酵而已 所以我才说 你如果想要做转换的 有些朋友手上可能有些股票想要做转换的 就赶快跟上我们新标股 对不对 因为礼拜五就已经预告了 这系列现在全新的标股都准备好了 那很多人想说全新的标股到底会不会涨 是不是你看礼拜五礼拜一 才两天而已 两天就两根 两天就两根涨停 是不是我们新标股 礼拜五大学光 是不是收盘的时候涨停锁住 收涨停 对不对 今天早上九点多就涨停版了 有没有 早上九点多第二根涨停了 两天两根涨停 礼拜五你可以一起算涨停 今天可以再来一根足足再来一根涨停 对两天两根涨停 我们的新标股 对不对 正准备要一档一档抽出去 好当然这是第一档礼拜五买的股票 那这个礼拜会持续买新标股 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记得赶快跟上来 刚才都已经先介绍过了 单号也透露了一点点了 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赶快跟上来 那你手上的股票要转换的也可以一并做转换 你可以用一样资金转换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拿多的资金 重点是跟上新的标股 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 等一下会有我们的咨询电话 也可以把你手上的股票一并 想要转换的转换 或者你是空手的更好 就跟上这个礼拜的新标股 一起来赚大钱了 那祝大家操作顺利 新标股记得要更好 跟我们线上助理联络 一起来赚钱 祝大家操作顺利 明年节